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文贵大直播 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阵容 很难不让我产生 我也属于高颜值人士的一种错觉 有请我们各位跟大家一起打成招呼 从艾米丽开始 谢谢 好 全球的战友们 全球的战友们大家好 我是艾米丽 好的 谢谢 全球战友们好 我是悟空 大家好 我是曹哥 好的 非常好 非常感谢各位 除了我们今天出镜的嘉宾 我们今天还有在波兰 美迪卡救援前线的战友们 跟大家联线 我们现在有请导播 把我们联线的现场介绍给大家 在前线可以联线吗 说话 好的 Hello 全球战友们大家好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我们在美迪卡前线又为大家送来最新的消息 是 我是金梁 好的 那有请 好的 金梁 全球的战友们大家好 很好 那个文空 文空对呀 文空 哥哥 咱们又开始在这个通过链条 咱们又见面了 第一次跟艾米丽连线 你好 你好 那悟空美女一直就是 有耳闻了 那今天终于 虽然是看不见你的画面 但是听到了你的声音 仿佛我们就坐在旁边 我是一山 非常高兴能在这跟大家一起 再次联线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一山和金梁 麻烦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我们前线的一些情况吧 好谢谢 好的好的 今天天气就没那么好了 大家看到是阴的 所以气温还是有一点下降 早上晴空万里 早上是晴空万里 对对对真是 马上说变就变了 然后难民通道这方面 其实跟过去几天也差不多 就是难民人数比比较少了 就是特别的宁静 但是你 在过节期间 应该今天晚了 到晚上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 但是怎么说也好 你要比较的话 跟战争初期很大的变化 现在回去乌克兰的难民是比较多的 甚至就是现在 近来波兰上巴士的巴士战 就没什么排队的状况了 反而是那个进乌克兰那个边关呢 那就好多人排队再回去 那个所以这是一个很 我们再仔细观察吧 这几天会不会再有一个新的变化 怎么样 那个易三有没有补充 对我们现在呢 每天早上要来到这个营地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路过这个要进进关的这个高速路口 那么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呢 我们还能看到那个大货车 还有回乌克兰的这些小轿车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长 尤其是大货车在过去的十天之内呢 都有几公里 几公里长哈 我们我们经常每天上午都是被堵一会儿 那么从昨天开始 现在我们再一看的呢 就是大概从Border到我们能看的 就是排队大概有一分钟这样的状态 对就差不多有一分钟这样的状态 就是说车辆已经减少了很多很多 那么现在物资 我觉得呢 就是说从我们的这个理解的概念来说呢 物资的那个往里头的运输呢 可能也调剂的可能是到一个阶段吧 然后呢回去的这个过年 就是他们过东正教那个复活节的这个 就是赶回去过节的人呢 也已经是都进去了 那么这两天就显得是人少了很多 然后今天呢 我们就去到难民通道去看那个边关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其实一路上也帮了很多的 那个人一起抬着那个行李 往那个Border那去拉着走 然后很多义工呢 就都是就是没有什么 哪个你我他哪个国家的 大家看到了都会去伸出手 帮他们去拉行李 帮着他们一起走到那个Border那个地方 然后他们自己在排队过关 这时候就看到了都是两三个家庭 一个组合 但是呢都是妈妈们领着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好像都在十岁以下的 就是男生女生 然后包裹很多包很多 就是好像比出来的时候呢 包裹拿的要多 我相信都是买的很多的物资要回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能看到 就是说呢 回去的时候是都是带着大量的东西 也能想象出里头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 我就先 还有还有什么 对 还有今天早晨 那个刚刚刚那个英国的一个什么 来你给大家补充一下好吧 就是来到我们那个来到我们帐篷来访问的 就是来看了一下的 刚才是英国的 对对英国的一个媒体吧 应该是 是大媒体是吧 是吧 是吧 是的 是 救援组织 救援组织 他们就表明哈 这个物资拿过来哈 对 然后在这里 看我们的那个帐篷 看我们的那个服务的规模哈 而且是个很有名的 是个非常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一个救援组织 他过来了 所以呢 我们战友也邀请了 可不可以做个访问哈 他们说暂时不方便 有任务在身哈 但是呢 他们是特意过来看我们这里的一个状况 可见呢 我们这里啊 谢谢 可有名了 现在好像非常有名了哈 对对对 自从我们的这个 晴天柱起来以后 好像就是更加 更加有名了哈 OK 好 那话筒先加回主持人吧 好 谢谢 嗯 好的 谢谢啊 对 其实我们通过之前的那个连线 其实我们也知道 现在我们那个帐篷 相当于就像那个七个说 像一个点一样哈 所有的这些救援团队 都非常愿意在我们的这个帐篷里面 去磋商啊 去开会啊 就是研究这些救援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前线的这个 现在已经非常的有名了 包括我们的宣传 其实已经非常的这个 这个醒目哈 另外就是我看到我们现在 有很多这个 包括其他不同国家的人 看到我们这个晴天柱的时候 他们都说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愿意看到这个 晴天柱在这边 然后表达我们的心声 而且很多人 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愿意把他们各个国家 包括有什么葡萄牙语啊 浓维语啊 英语啊 法语 他们的语言 放到这个我们的那个晴天柱上面 去表达这个我们 同样的一个灭共的心声 所以你们在现场看到的是 所有的这些义工们 对我们这个 这个晴天柱的这种 表现形式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好谢谢 好谢谢哈 是的 这个前线义工哈 他们看到这个晴天柱呢 也是各有各意见了哈 那个啊 当然了 就我们现在打上去呢 除了有我们新中国联邦 那个logo哈 还有法制基金的 logo 和名字之外呢 还有一些时刻表 就是火车的时刻表哈 那个义工们都说 就是各国的义工哈 都说这是非常有用的资讯哈 当然了哈 他们也会协助我们再去更新 那个资讯哈 不时不定时的去更新哈 那然后我们上面也投放了 我们这里提供免费的 那个欢咖啡啦 WiFi宽屏服务啦 那还有一切都是免费啊 那个给小孩的用品啊 等等等等哈 这个都是营地上面 我们是规模最最大的了 最最完善的我们这个设备哈 也有那个那个空气调节 温暖的系统 暖气 暖气到了晚上有暖气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这些都是现在 不是暖气叫取暖的 那个取暖炉吧 对对大型取暖炉 因为到了晚上呢 因为这个这边的天气呢 是非常潮 呃非常潮湿呢 呃这边的天气呢 是非常潮湿 所以呢当他的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 你感觉还好一点 当太阳一稍微的就像现在这样的 有点乌云密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身体上是呃非常潮的 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呃帐篷里头呢 到了晚上是都有那个火箭筒的取暖 会给大家呃就是有一个温暖的一个很好的感觉 所以呃也能比较舒适的 还有一个呢我们的擒天柱立起来 其实在这就是呃告知世界 我们新中国联邦人在这里 然后就是更多的就是宣传我们的什么叫法治基金 什么叫法治社会 什么叫新中国联邦人 就是给大家一个呃感觉和视觉 让他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的一个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的脸孔 站在这个地方参加救援 所以呢很多人又有一个好奇 那么也都想有很多疑问 但是也看着我们在做着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呃告示牌就是在告诉世界 我们是新中国的联邦人就让他们呃进来能 我们能给他们讲更多的有关于我们的事情 好 再来补充一下吧 好 那刚才发生的哈 就是有一个刚刚来的义工哈 他说其实看到那个China这个字呢 他就呃就马上呃就打回头了 就不进来了哈 但是他的呃同事哈 义工同事就在这里日子比较久的哈 就是也喝过我们咖啡 也知道我们在这里干啥了 所以呢就把他引到我们帐篷来哈 才试咖啡哈 然后呢就看到我们胸前哦 原来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哈 所以呢就就觉得特别的一个呃呃 surprise啊对很很很呃 那个惊喜哈 这样子啊 所以呢哈 还是说哈 这个马甲设计哈 真的比不过郭先生哈 这对就是对对对对 就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是对对对对对 好好 然后呢我们就就还有刚才又补充了一个呢 就是说呃刚刚我们在我们我们去访问的 的时候想去看看呃有什么新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就是发现一个画家哈 年轻的画家呃他是出生在乌克兰的呃是意大利的在意大利生活啊在在比利时生活的一个年轻的画家 然后呢他就用他的笔画了一些图案 然后呢我们把他给引带到了我们的呃帐篷里 然后呢我们把他给带到帐篷里 我们告诉他说呃你可以就说把你的画拿出来更多为了宣传 他说他的在网官网上呃可以去买他的画 那么在这呢他也是说作为一个义工呢就就是分散给大家来宣传他的呃画 其实呢就跟我们一样我们穿着马甲这么一走其实我们也是在做着一个一种宣传 只是就是说一种无言的宣传 然后我们把他给领到了我们的帐篷我们就说这里有呃免费的咖啡 我们给他喝了一杯咖啡 然后他说哇这里头真好 我们就给他看了一下我们的设施告诉他我们是在这呃这个帐篷是起的一个什么作用 然后正好里头还有一家就昨天晚上进来的乌克兰的一家一个一个一个小家庭 呃父亲带着一个孩子 然后在这在这住宿 然后就睡在我们那个有一个提供的一个睡觉的一个地方 然后他看了以后也很感动呃就是说呃他说他回去再拿更多的东西 可能就会到我们这儿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然后他先说是china 然后我告诉呃完了精良就跟他讲说我们这有跟人家什么的不一样 然后他就是嗯非常的呃就是感受又不一样 那么今我们今天呢又看到另外那两个小男生你给他送的那个马甲 他也非常高兴的这是哪个国家的来你给大家补充一下好吗 那个那几位是荷兰的来自荷兰的哈 这个大概的就是他们来到这里呢就是要呃 做一些呃呃志愿者的一个帮助还有做一些呃呃那个呃 纪录片啊呃他们也是呃呃除了我们这里之外呢 还有跟其他的整个营地了这么说了哈 就是拍一个他们的纪录片哈 所以呢但是他们也呃来到我们帐篷呢就特别喜欢我们马甲哈 就呃我马上我们二话不说就给他们对每人就送一件哈 啊让他们那就穿着所以呢现在呢很很搞笑的在这里哈就是不只是花呃亚洲面孔穿着这个马甲在那个耐民通道走来走去的哈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呢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啊胸前还有我们背后啊那个讯息哈非常的鲜明哈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干啥的哈所以呢这个也是呃看见哈哈那个我们在这里哈呃群 战友群体这几个礼拜对吧这个所有的努力两个月了两个月了两个月了所有的努力还有不止前线还有呃纽约的哈还有呃在这里呃做直播的哈一些战友还有后台呃推流等等哈呃不细说了哈是所有的战友我们共同呃努力去呃做到啊这一个project这一个任务哈呃得到一个良好的效果我们会持续的哈做下去哈 呃呃先呃呃有补充啊对我觉得哈我们在这其实就是更多的向世界人民去展示我们在这是参加救援的我们是来救援的然后现在我觉得很多呢大家也都接受了大家都在看着我们确实是在救援买着东西坐着包括就是easter就是复活节的时候咱们有做barbecue哈当然那天呢所有的餐厅也都关门了呃那么我们就是做了一个烧烤那很多的义工呢就在这个这没有餐厅的时候呢能吃到一些 啊烤肉也是非常的欢喜的嗯好我就先讲到这里啊嗯请问我们现在就把话题就交给呃主持人非常感谢一山女士敬良先生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咱们救援团队啊新中国联邦救援团队是从三月初到现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发生了很多变化这我看到除了文科先生这个皮肤变黑了尤其是这晚上拍的视频照片 就显着那个这两排牙了是吧然后还是看到了就是包括咱们整个战友啊这个整个专业这个程度的一个大转变那么今天我还听到了就是有一些消息啊就是这两天我听到了啊就是想请教一下二位 我说现在这个听说这个咱们战友刚去的时候三月份刚去的时候都是在学习在习惯怎么去跟各个国际组织跟NGO啊这些各个组织去打交道怎么跟他学习是吧学习这方面的事情 听说这个现在大家都开始组织学习怎么跟世界各国政府打交道了啊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二位 就是就是这不是就是气那个郭先生说的吗我们要要准备在各国家去见大使那么我们现在就说大家的认知度一下就又提高了那就觉得就说我们新中国联邦人就是要要想再被世界承认的话我们就要先学会 如何去跟各级政府去打交道吧那么就从现在最小的一个救援的这个地方开始做起我们也是大家都是学习这都是以前我们大家都没有遇到过的因为谁都不是学外交专业出身的但是呢在这儿呢就是说我们先也是在学习吧 你有什么补充是的是的比方说哈会呃前阵子有一个呃市长啊在这里的市长啊就下来那个营地啊就呃说我们好像呃有一些文件还没有呃那个呃符合他们的规定哈说所以呢我们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就不说英语的哈所以呢我们又要找翻译呢然后呢呃就慢慢给给他了解哈 哈因为呃带了几个警察来的哈这个很严肃的一个阵仗哈所以呢我们也的了解了以后呢也是啊就马上就呃找到那个途径我们也是做呃一切我们那个文件上面的功夫也做了哈所以呢一切这一些这一些都是啊你怎么去跟别的国家那真真人家这真的是政府的官员啊 啊真的是官员啊来的是来了哈这是呃呃还有还有还有其他哈哈比方说呃有些义工团体哈你别小看别人呃人家背后后台哈这可硬了哈你都不知道人家是呃有有些人问了哈这里不说了哈很牛的可以是他可能他他的亲戚朋友哈有是在别国家啊政府部门里面做干事情的哈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是哈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新中国人的形象哈对了要 告诉别人你看哈我们就跟CCP的那那个不一样的哈我们哈真正的华人哈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是非常友好非常合作的哈所以这些呢就可能回应了应该是刚才是草根小根哎哎问的问题哈这我们这里都是每天在发生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每天在不断的成长对对锻炼不天不断的锻炼好谢谢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啊这个经过这两个月的 时间啊这个学习大家有目共睹是吧现在已经说话已经非常外交官了啊然后口风很严是吧都开始学会说车骨路话了是吧OK那好那个我相信有一些可能特别好的消息咱们前线也不太方便呃这个完全现在公布给大家啊那么还是再次感谢咱们前线的所有的战友谢谢一山女士还有静良先生非常感谢 好的同时也感谢草根小哥啊然后我们今天参与直播的呢还有在后台为我们讲解PPT的微群服战友那么我们时间关系也长话短说有请微群服战友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多维网站的关闭和PA几致走向死亡好有请 爆料革命历经艰辛赢曙光撰稿散兵书法沙漠之花美工Maggie 在VOG断波门的前一天2017年4月18日太平联盟在中共指使下通过作假案阐述文贵先生 2020年下半年纽纽约南区法院法官Barry Osterger连续做出不利于文贵先生的裁定 先后认定文贵先生对太平联盟的上亿欠款属实 封禁了郭先生借助的纽约御所和Lady May 并且在10月15日允许太平联盟调查文贵先生的资产用于偿债 太平联盟造假案5年阐述郭文贵 中共的险恶用心不仅针对郭先生还企图获得爆料革命占有信息 并迫使所有与郭先生有来往的人远离郭先生 从而破坏爆料革命 2020年10月底 太平联盟的代理律师Edward Moss向郭先生发出40份传讯 其中包括刚成立的GTV在花旗银行的账户 但该账户信息并非银行账户号码 而是GTV的认证支票号码 GTV审慎查证该支票号码属于保密信息 在排除数据泄露的可能后 于2021年1月25日向法院申诉 要求太平联盟提供取得GTV保密信息的渠道 非法获取的证据无效 企图破坏GTV露出了破绽 面对质询太平联盟的代理律师声称账户信息为公共来源 在2021年2月下旬向法院提供了一张来自多维网的博客截图 博客内容为GTV认证支票信息 而图片上的日期为2020年10月27日 早于太平联盟有关GTV的传讯时间 但是互联网的记忆和证据显示 该博文的创建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 多维浮出水面 驱假信息暴露 太平联盟让调查公司 Confidential Global Investigations CGI作证该博文的真实性 而CGI的人员名单 与太平联盟的另一家代理律师所 Saden Group多有重复 吴征的合伙人Richard Franco也赫然在列 吴征作假证 自投罗网 多维做贼心虚不敢应对 涉嫌造假案件转为刑事案 GTV于2021年5月24日将CGI和多维告上法庭 要求两方提供泄密者的信息 CGI含糊其词多维拒绝回应 法官Barry Ostriger两次驳回GTV的诉讼请求后 GTV到纽约上诉法庭上诉 该上诉案将于2022年4月28日明天开庭 如果多维拒绝到庭 法院将自动认定GTV胜诉 这意味着太平联盟 多维和CGI涉嫌造假 这是纵罪 该案将转为刑事案 任何与该案相关的人员将面临刑事调查 与中共沆瀣一气者南逃法网 多维是中共特务和平于1999年创立的 中共海外最大的情报网站 2009年转让给另一特务于平海 多维掌握中共海外重要情报信息 为避免多维被美国刑事调查 郭文贵先生爆料 习近平匆忙间于4月26日关闭多维 善伟建、吴征、和平 以及参与此案被中共蓝金黄的美国司法界人员 将难逃美国的刑事调查 中共在美国的情报网将遭受重创 而爆料革命 山穷水富一无路 柳岸花明又一村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香草山密番农场 好的 非常感谢卫青府战友精彩解读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PPT团队对PPT的制作 然后针对这个话题我想请问一下 草根小哥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包括多维网站关闭和PAG这个案子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文空先生 这个多维网站关闭 包括郭先生这个事件 郭先生有说到这是整个爆料革命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我相信所有的战友 在过去这五年当中 尤其海外这些战友 然后在跟当地政府组织去接触的时候 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行动的战友 都会发现 我们在去说话的时候 在去讲述我们这个爆料革命的时候 没有是绝对的抓手 有的只是情报 但是说这些情报的话 没有说这个得到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 还有这个比如说司法机构的绝对的重视 那么就是这一次多维事件关闭网站 包括这一次跟郭先生打这个官司这个事件 多维这个东西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中共的一个情报网站 那个我所知道最肤浅的一点 那肯定还有更多 就是说你只要登录他这个网站 输入一些信息的话 你的情报 它是打是一个钓鱼网站 就是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所谓的是反共的这么一个网站 大家就去看一看之后 这个中共就可以掌握你的信息 那么它一直是钓鱼这个建厂 这个中共有句话钓鱼执法 但是这一次他们这些人就是用民事案件去告郭先生这个事 等于说本身他们玩钓鱼这次被郭先生给钓了 就是说这一次爆出来这些事件 就是现在习近平公开去指挥 让这个多维网站这个关闭 包括这个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这个证据了 然后郭先生和爆料革命这个所有战友 这个自从这一次官司多维网站关闭 包括这次太平联盟跟郭先生这一次官司结束之后 就在28号所有的爆料革命相关的这个战友 这个在美国尤其是美国在全世界法律诉讼 都将得到彻底的改变 你之前从民事纠纷全部变换 变换为这个形式诉讼 是吧 然后因为这个这个现在证据就已经非常明显 这是一个国家系统的一个统战的间谍行为 是绝对的一个攻击行为 那绝对不简简单单是因为是一些利益的纷争 是吧 或者说民事纠纷那么简单了 之前他们包括告GTV啊 这个发动那么多人告GTV 这个等等事件都只是民事纠纷吧 但是说这一次事件一旦水落石出之后 现在等于说已经曝光于天下了 是吧 就绝对以后就没有民事纠纷那么简单了 以后所有跟太平联盟相关的这个事情 都可以被定义为是吧 这往深远来说啊 往深远来说 完全可以定义为中共的在海外的间谍攻击行为 是吧 然后所有跟这个太平联盟相关的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太平联盟 他们的这个 整个这个包括这个多维涉及的这个 他的触角身的有多深啊 就在最近最火爆的啊 这个也吸引所有战友这个关注啊 很多战友很气愤 就是在前线的时候 有个叫team的这么一个这个混蛋玩意儿 是吧 然后跑到咱们这个营地去捣乱 甚至主动去攻击我们女战友这个事件 他号称他得到的消息是mother jones 对吧 这个我们这样带来的 那么往深了查 我今天看这个战友总结出来的啊 这个mother jones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跟 竟然跟上伟健都能扯上关系 上伟健的儿子 善伯 他老婆叫凯瑟琳杜琳 啊 是硅谷社区基金会的一个投资官 硅谷社区这个基金会 拥有一百三十五亿美元的这个资产啊 然后Facebook的这个创始人扎克伯克啊 上这个推特的那个jack啊 是吧 然后那个网飞的创始人呢 然后微软的共同创始人Paul啊 是吧 然后都有硅谷这个社区基金会的捐款啊 小这个这个等于说扎克伯格还捐了一百八十万美元的股票啊 网飞Netflix捐了一亿美元 这个这个这个硅谷基金会内部的这个 这个曾经报报报报过这些事情 这个硅谷社区基金会呢 是国家进步基金会的第三大捐款人啊 同时又是 那么国家进步基金会 是mother jones杂志的金主和发行人 对吧 所以说由此可见 郭先生这条鱼钓出来的可不简简单单 是上尾件那么简单 是吧 然后这个牵扯的东西很多很多啊 如果说以后只要是涉及到跟多维 这一条鱼钓出来的这条鱼钓出来的这条鱼钓出来的东西